今次我和你介紹的粉絲蝦煲 阿根廚房 Let's go 今天買了一些海蝦 還有那天剩下的沙爹醬 放包我加起來 有粉絲 有些蒜頭 還有五蔥頭 薑等 先放油 放多一點 要爆炒蝦 我們要放多一點油 燒 拍照蝦如何 看這個很簡單 放冷 慢慢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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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好 好 現在是打算快 大火 煎到固定 變成一邊 先看著它 見到紅色 變成 鸡蛋 有 wären的 每次不准备热 切一片 很漂亮 用高温炒 鸡蛋 没有花很多 第一根 很香 鸡蛋 現在我把薑包香 薑和五鐘頭 放一點辣 放一點醬 一本包,剩下就不要浪費 這個叫沙爹粉絲煲 放一點醬油 放一點蒜蓉 放一點大蝦 放一點大蝦 放一點點 放一點 even 把豆子放進去 放一點點 然後放一點點 放一點點 放一點就好 再加湯和滾水 放粉絲滾滾就完成 好,加碗粘,很厉害 吃 完成 試一下蝦煲 看有沒有味道 蝦一定很好吃 試一下粉絲汁 好不好 很棒 粉絲又爽又爽 喜歡就給我一個讚 按一下小鈴鐺 拜拜